雪瓶购物常与刷卡付款 即使是行动支付仍需绑定信用卡 但申办信用卡也有难易之分哦 据了解外商银行的卡最难申请 银行主管解密说 有三大族群最容易被外银拒绝 一是没办过卡的小白 因掉不到连针信用网来记录 二是没有固定收入的SOHO族 审核时很容易被搁置 三是喜欢到处申请信用卡的人 只要有一次被某银行驳回 外银也会比照办理 因为外银很重视卡片管理 成本支柱必较 看得不仅是申请人的常债能力 还要让卡片效益发挥 就是活卡率 跟本国银行着重金控的集团行销不太一样 活卡率是指最近六个月 有消费记录的有效卡数 除以流通卡数的比率 数字越高 表示这家银行养的呆卡较少 以外银发卡龙头花旗银 五月底活卡率达82% 居各家银行之冠 更高于整体银行平均值67% 可看出外银宁愿精准选择卡有 也不忙于充发卡量 动新闻综合报导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自己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